一个男人能干净到什么程度 跟李维嘉相比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垃圾堆 47岁还没结婚的李维嘉是个重度洁癖患者 他可以不休息但家里一定要整洁 出差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拭行李箱 坚决不能让外面的灰尘进家 紧接着就开始换床单擦各种家具 从进家门后他就没停 我还不累 你从回来这一刻就没有闲着过 我不累的 我如果不干完这些我是不会休息的 他家的地都被他擦成反光板了 这么脏 哪里脏 你家地都快成反光板了 这让其他嘉宾忍不住吐槽 这家到底有什么样 值得这样每天去操啊 这个行为有道要去看一下吗 就算家里迎来新成员 他还是停不下做家务的脚步 你要不要跑一旁 先熟悉一下好不好 自己先